你有没有注意过自己上完厕所后大便的样子 很多人往往一冲了之 从不回头看一眼 然而 马桶里的成果其实藏着健康秘密 如果你的大便出现了三种异常情况 这可能是癌中之王 胰胀癌在发出最后的求救讯号 一旦视而不见 后果不堪设想 胰胀癌一向被称为沉默的杀手 早期症状引力 超过八成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 但是再狡猾的癌症也会留下蛛丝马迹 而其中最容易被忽略的线索 就藏在我们每天排出的粪便中 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 哪三种大便异常现象 提示胰胀出了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 以及遇到这些情况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真实案例 50出头的阿智 最近几个月肚子经常隐隐作痛 每天早上不是拉肚子 就是排便不顺 奇怪的是 即使没有明显腹泻 它的大便量也变得很少 而且很稀 颜色比平常浅很多 竟然还会浮在马桶水面上 起初阿智以为自己只是肠胃不好 去了肠胃科做胃镜检查 结果没发现任何问题 但随着时间推移 他的体重明显下降 皮肤隐隐发黄 连全身都开始莫名发痒 警觉的医生安排他进一步做腹部影像检查 结果发现阿智胰胀的头部 长了一颗直径数公分的肿瘤 他竟然罹患了胰胀癌 这消息让他大惊失色 怎么也想不到 看似平常的大便颜色改变 竟是体内潜伏致命肿瘤的前兆 为什么胰胀长了肿瘤 大便反而先变脸色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得先了解胰胀的角色 胰胀是腹部伸出一个长扁形的器官 躲在胃的后方 别看它其貌不扬 功能可不简单 胰胀每天负责分泌一叶 其中含有各种消化酶 好比生化高手团队 专门分解我们吃下去的蛋白质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同时胰胀还是内分泌大咖 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 不过在消化系统中 胰胀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就是帮助消化脂肪 当我们吃下油腻的食物 胰胀会分泌胰酶到小肠 将脂肪分解成容易吸收的养分 此外 胰胀位置紧拎着肝脏与胆囊的管道 肝脏制造的胆汁 也需要透过胆管和胰管汇合后 一起排入小肠来帮助消化 如果把消化系统比作一间化工厂 那么胰胀就是提供关键教素的车间 而胆汁则是重要的溶剂 当胰胀癌这个不速之客悄悄现身 它的存在往往会干扰这间化工厂的运作 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大便的产出品质 胰胀癌早期常常不动声色 但一旦肿瘤逐渐长大 就可能阻断胰液和胆汁的正常分泌与排放 直接反映在粪便上 因此 大便的异常改变是胰胀发出的警报 总结医生们的经验 有三种大便的异常情况特别值得警惕 粪便颜色变淡变白 粪便出现明显油脂且恶臭难闻 以及无故的排便习惯改变 如反复腹泻或莫名便秘 接下来我们就逐一剖析这三大警讯 以及其背后的原因 一 粪便颜色变浅发白 健康人的便便通常是黄色偏棕色 看起来不起眼却是正常现象 这种颜色主要来自胆汁中的胆红素 经消化作用后的产物 给了粪便熟悉的黄褐色调 如果大便颜色明显变淡 呈现灰白色或陶土色 那就要当心了 灰白色的大便仿佛被人一喜而褪色 缺少正常粪便该有的黄褐色素 为何会这样呢 元凶是缺少胆汁的染色 胰胀癌的肿瘤若长在胰胀头部 靠近胆管的地方 很可能压迫或侵犯临近的胆道 导致胆汁无法顺利排入肠道 胆汁好比颜料 正常时候为粪便上色 现在胆汁被蓝腰截断 粪便当然颜色变浅 甚至呈灰白如陶土一般 更糟的是 胆汁排不出去 会逆流回血液 引发阻塞性黄胆 黄胆就像身体拉响的警报灯 皮肤和眼白开始泛黄 尿液颜色变深 呈浓茶色 皮肤骚痒难耐 这都是胆红素在体内堆积的表现 而灰白色粪便 正是黄胆的重要线索之一 如果你上厕所时发现自己的便便 竟然变成灰白色或淡淡的米色 一定要提高警觉 千万别以为只是吃了什么怪东西 先回想一下 最近是否大量服用过含铁质 或某些药物 或吃了色素特殊的食物 例如大量的菠菜会让便便偏绿色 吃了红麴 甜菜根可能让便便略带红色掉 如果并没有明显饮食原因能解释 而灰白便持续出现 就必须尽早就医 检查肝胆仪系统的状况了 灰白色粪便 往往和胰胀癌导致的胆管阻塞有关 以上提到的阿治案例中 他注意到自己大便颜色变淡 其实就是这种现象的体现 后来医生发现 他的肿瘤位于胰头 堵住了胆汁出口 胆汁没法进入肠道 所以他的粪便缺乏胆汁着色而变淡 同时 由于消化液排不出去 他开始出现皮肤发黄和骚痒 正是黄胆早上门的典型症状 值得庆幸的是 他没有忽视粪便便色这个信号 及时求诊才找出了病因 否则任由肿瘤在隐蔽的胰胀中 生长扩大 可能要到更晚期 甚至出现剧烈黄胆 全身症状时才能察觉 那时治疗难度和风险就更高了 二 粪便又油又臭 漂浮不易冲 除了颜色 大便的质地和气味也是重要警示 如果你发现 马桶里的大便表面漂着油花 马桶水面出现一层油腻的光膜 甚至怎么冲水都冲不干净 同时伴水比平常更刺鼻难闻的恶臭 那可能就是出现了所谓的脂肪便 简单来说 脂肪便就是含有过多未消化脂肪的粪便 它往往置地松散如泥 由于密度变小而容易漂浮在水面 颜色可能比正常变偏淡或发白 而且由于富含油脂会变得特别粘稠 常常一抛下去 粘在马桶壁上 难以冲掉 此外 脂肪腐败会产生强烈的臭味 所以脂肪便通常臭气熏天 远比平日排便的味道更难闻 如果你出现这种又油又臭 难以冲走的大便 可千万不要只怪昨晚吃太油 这极可能是在暗示胰脏功能严重失常 为什么胰脏出问题会让大便充满油脂呢 道理其实不难理解 我们日常饮食中的油脂 本该在小肠中接受胰脏分泌的脂肪酶 加工处理 被分解成干油和脂肪酸后 才能顺利被身体吸收利用 如果胰脏癌缴局 肿瘤让胰脏无法正常释放胰酶 那吃进去的脂肪就像没被注册的包裹一样 无法拆解吸收 只能混在粪便里一起排出 结果大便里的脂肪含量一超标 就会肉眼可见的呈现油腻状态 我们的案例中 阿滋的大便出现漂浮和发白 其实就说明他体内移酶分泌不足 大量脂肪没被消化掉 如果情况持续 患者往往会有一种肿在拉肚子的感觉 因为脂肪过多 会刺激肠道蠕动 导致长期腹泻 脂肪便经常和腹泻 形影不离 使得粪便变得松松散散 含水量高 带油光又恶臭 值得注意的是 有时候脂肪变的颜色 也可能偏淡 甚至发白 因为胰脏肿瘤造成一夜不足的同时 往往也伴随胆汁分泌不良 或流通受阻 两相影响下 粪便中不但脂肪多 还缺少胆汁的颜色 从外观上看 严重的脂肪变甚至就是白色便便 正如前面提到的灰白淘土色粪便 总之 大便发油发臭 是胰脏消化功能亮红灯的信号 我们平时偶尔吃太多油 也可能让便便有点油花 但那通常情况轻微 而暂时改善饮食后 就恢复正常 然而 如果连续多次排便 都发现油腻难充的情况 而且伴随明显体重减轻 胃口变差 千万要怀疑是不是胰脏生病了 医生解释 胰头部的肿瘤经常会同时 引起脂肪变和黄胆 所以出现灰白便与脂肪变 可能是双剑齐发的警讯 而胰脏体尾部的肿瘤 则因离胆管较远 往往以消化酶分泌不足的症状为主 可能只有脂肪变而不见黄胆 但无论哪种情况 粪便里的油脂含量异常增高 都不是小事 这可能意味着胰脏 已经被癌细胞折腾的元气大伤 连最基本的消化任务都无法完成 只好让脂肪原封不动的随粪便溜走 当然也不要忘了 恶臭本身也是提示 医学上将粪便气味异常分为两种 一种带腐铁锈味的 是肠胃道出血的迹象 如上消化道溃疡出血 会让大便恶臭且呈黑色 另一种刺鼻哈拉味 则是脂肪过多的表现 如果闻到自己的排便气味 突然变得异常难闻且持续不退 尤其和油脂便同时出现 那么就应当心、胰脏或胆道问题了 三、排便习惯莫名改变腹泻或便秘 除了大便的颜色和性状 排便频率和习惯的改变 也是一个潜藏的信号 不少胰脏癌患者在发病过程中 出现过长期腹泻或者顽固便秘的情况 有些人原本排便规律 一天一次很正常 却突然开始一天跑厕所好几趟 动不动就拉肚子 也有些人相反的出现 持续便秘 几天都解不出来 即便解出来也是干燥硬结 为什么胰脏出问题会让排便节奏大乱呢? 其实这和消化功能失调息息相关 先说腹泻的情况 胰脏癌导致胰液分泌减少 食物得不到充分分解 特别是脂肪含蛋白质难以被吸收 大量残渣在肠道里会刺激肠黏膜 引发消化不良性腹泻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脂肪变 患者会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拉膝 大便成型困难 每天跑厕所 两三次甚至更多 吃完饭没多久就急着如厕 这种饭后腹泻现象 其实是胰脏消化功能不足的一种表现 如果你最近经常拉肚子 又查不出肠胃炎等明显原因 那就要小心是不是胰脏出了状况 曾有一位40多岁的先生 平日排便正常 但某段时间开始 每天大便次数激增到两三次 人也渐渐消瘦 起初他以为是肠躁症或吃坏肚子 一拖再拖 直到腹泻持续了好几周去医院一查 才惊惜胰脏上涨了肿瘤 在他的病例中 胰脏癌影响了胰霉分泌 让他出现长期腹泻和体重下降 所幸最终及时手术治疗 但这故事给我们提了醒 持续性的非感染性腹泻 尤其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 一定要考虑生成原因 胰脏就是不能忽略的嫌疑之一 再来说便秘 一般来说 胰脏癌与腹泻相关性更明显 不过也有患者出现非寻常的便秘 这可能与多种因素相关 例如 肿瘤影响了消化激素的分泌和平衡 导致肠道蠕动变慢 或者患者因胰脏疼痛食欲下降 进食量减少 肠道缺乏足够容疾刺激 也会变得懒惰 再或者 某些胰脏癌患者同时出现血糖升高 高血糖状态会让身体脱水 加重便秘倾向 另外 不少胰脏癌患者在病程中需要服用止痛药 这些药物副作用之一就是引起严重便秘 但是在疾病早期 没有用药因素时 出现难以解释的顽固便秘 也可能是整体健康亮红灯的信号 有医师指出 如果一段时间内排便频率明显改变 要么泻个不停 要么憋好几天而找不到饮食 生活作息方面的原因 就应该进一步检查 包括评估胰脏在内的腹部器官功能 尤其当这种改变伴随前两项提到的 粪便异常 颜色变淡 油脂变多 以及不明原因体重减轻时 更要怀疑胰脏出了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 偶发的腹泻或便秘并不稀奇 很多良性原因都可能造成 例如饮食纤维摄取变化 压力改变 生理周期等等 我们关注的是持续的 进行性的排便习惯改变 如果你的肠道似乎无缘无故改了频率 而且持续数周以上 那么就别再自我安慰 是小毛病了 务必咨询专业医师 找出真正的原因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三大粪便异常警讯 大便便淡便白便油便臭 以及排便习惯改变 这些看似日常的小细节 其实可能是胰脏在向我们呼救 很多人谈便色便 觉得检查排泄物很恶心 然而正是这不经意的一撇 可能救你一命 胰脏癌由于位置隐蔽 早期又缺乏典型症状 被称为癌王 不是没有原因 一旦进展到黄胆 腹痛难忍再去就医 往往已属中晚期 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反观那些及时发现 胰脏癌苗头的病例 大多是因为患者或医师 对身体发出的细微信号 提高了警觉 当然 我们并不是要大家 一看到大便颜色 有点变化就恐慌 科学的态度是 既不掉以轻心 也不过度恐惧 比如 某次大吃大喝后 拉了两天肚子 随后恢复正常 或者吃了很多火龙果 导致便便泛红 那很可能只是饮食所至 调整生活方式 即可改善 但反复出现 我们上面列举的异常 而且找不到 其他合理解释时 就应当新 并尽快就医检查 医生通常会先安排 基本的粪便检查 和腹部超音波 如果超音波 没发现问题 而症状仍持续 下一步 可能需要安排 电脑断层扫描 CT或核磁共振 MRI等更精细的影像学检查 有时还需要透过内视镜 逆行胰胆管噪影 ERCP 来看胰胀和胆管的通畅情况 这些检查听起来复杂 但都是确认胰胀是否长东西的有效手段 一旦真的揪出胰胀肿瘤 千万不要灰心 目前医疗上对于局限于胰胀的早期癌症 是可以采取手术切除的 有机会根治或大幅延长寿命 反之 如果因疏忽大意错失了早期发现的良机 等癌细胞扩散再治疗 预后就相当不乐观了 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 你的马桶里藏着健康密码吗 或许很多人平时闲臭闲张 不愿多看一眼 但现在你知道了 这其实是身体每天给你的健康报告 特别是胰胀这样沉默寡言的器官 更需要我们透过见解迹迹象 去窥探它的状况 而粪便正是胰胀健康与否的一面镜子 回顾一下 灰白色的大便 欲视胆汁受阻 胰头可能有难 油腻恶臭的大便 说明胰眉不足 脂肪消化不良 排便模式的大变化 暗示整个消化系统被搅乱 胰胀也许正饱受癌细胞折磨 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便虽丑 可是对我们却功不可没 一旦它出现异样 可千万别害羞或嫌弃 反而要感谢它发出了警报 有人形容 当大便出现上述三种异常时 就像是胰胀在做最后的挣扎 试图向我们喊话 我的细胞快要失控了 这绝非违言耸听 胰胀癌就是这样一种 狡猾又凶猛的疾病 一开始潜伏在暗处 等发现时往往已经广泛侵犯了 但它再怎么狡猾 也无法完全掩盖行踪 至少在粪便这关露出了马脚 我们要做的就是提高警惕 别让这些求救讯号 从眼前溜走 最后提醒大家 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定期体检固然重要 但关注身体的日常反应 更是早期发现疾病的关键 下次如测后 不妨养成瞄一眼自己作品的习惯 如果发现大便颜色怪异 油花示意 或者长期腹泻便秘 不要不好意思尽快求医检查 一眼望去不起眼的马桶 说不定就是救命的健颜杯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守门人 留意那些看似频繁的细节 毕竟谁也不想等到癌症肆虐全身时 才追悔莫及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提高大家对胰胀癌早期迹象的重视 守护健康 从关注每天的排便开始 记住 大便出现这三种情况 是胰胀给你的警讯 一个都不能忽视 祝大家都能平平安安 远离癌症威胁